复林出版社决定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什么 来帮助我们把上帝放在生命的第一位 复林出版社是加纳基督复林安息人会的出版社 该公司的处境非常微妙 它欠下200万美元的债务 分布于加纳政府供应商和西中非分会之间 整个厂房泥泞不堪 机器尘就过时 该公司无法支付工人的工资 几乎没有人看到它的潜力 他们准备拍卖这个资产 这时新的管理团队在一次员工会议上 同意了进行一系列戏剧性的改革 旨在将上帝放在他们个人生活的第一位 同时也放在公司的第一位 该计划乐观的设定要在十点内偿还债务 他们知道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奇迹 但他们坚信上帝会带领他们取得成功 他们集体和个人都同意的第一步是 归还十一 即使他们负担不起 第二步是在不同的地方建立祈祷小组 第三步的行动是将公司所有级别的工资 消减百分之五十 为期五年 他们相信上帝 相信他会回应他们的祷告 上帝确实回应了他们 并赐给他们多于他们所能想象的东西 原本计划在十年内清偿的债务 结果在七年内还清了 一位志愿者提出要赞助印刷安希尔学的纪刊 这成为该出版社的转折点 加纳福林出版社 这家曾经处于破产和倒闭边缘的出版社 今天成为了基督福林安希尔会中 精英的最好最成功的出版社之一 他在非洲排名第一 在世界排名第十三 福林出版社继续在其核心活动中服务上帝 并支持了许多其他的步道计划 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所有成就的机器都已更换 豪资250万美元 曾经泥泞的大院现在已经铺好 建筑物已被翻新 并建造了六间房子供工作人员住宿 今天工资的发放也不成问题 即使是在新冠疫情中 该出版社拥有一个运货车队和一个备用发电机 福林出版社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他们的勇气今天同样激励着我们 耶稣舍弃一切救赎了我们 祂的爱促使我们把祂的国放在生命第一位 当我们归还十一奉献和承诺奉献时 我们被敦促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我们要到关注你的家